第四集 第四集 山以齐宽广的胸襟 蕴藏着大自然无穷的奇珍 却又制造出一道道山高水险的绝境 为土家族山民平添了生活的挑战 人与自然之间是博弈也是共赢 唯有与艰险共处 才能踩实到人间真威 以望我的制成烹饪 方可收获自然的密报 山高临密 一个深碑绳索的老人正在艰难穿行 他叫素雪里 家住湖南省西南部的武陵园山区 是地地道道的土家族人 他此行的目的 是去寻找一种 只有在这武陵园深山绝壁上 才能生长的真品 要想获取这罕见的智慧 他必须将自己的性命 同着悬崖峭壁紧密相连 前一天大雨的造访 迎来了素雪里 晋山采摘的良机 但他要寻找的目标 并不是随处可见 必须在这茫茫大山中 找到一侧没有遮挡的垂直岩壁 这面绝壁不仅要是西象 还要是石鹰沙岩 只有满足这苛刻的条件 才能增加些许寻获的可能性 已经年过半百的素雪里 体力大不如前 即使他在这山间 已经行走了大半辈子 但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放下绳索 也需要反复斟酌 两个多小时的摸索 是为了找一棵悬崖边上 足够结实的树 数学里要凭借二十多年的经验判断 从这里悬索而下 是否能顺利到达目的地 数学里要找的这种山针 是土家族人的传统美味 也是绝壁上才独有的 只有用身上的这根绳索 将自己悬在峭壁上顺势而下 才可能有机会一睹它的真容 这种在海拔八百至一千米以上 才偶有生长的山野真修 名叫岩耳 岩耳只有通过这种原始而危险的方式 才能够过去 是土家族人一向传续至今的绝迹 只有一些胆大的村民才以采岩耳为生 数学里便是其中之一 岩耳的生长极为缓慢 要历经十数年 才能长成掌心大小的一片 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不仅要地处高海拔 还要在潮溪向的崖壁上 形成长眠西晒的日照环境 因此岩耳通常质地硬粹 数学里特意要等到大雨过后前往 雨水润湿干燥的岩耳 表面变得昙滑才更易采摘 这一切的局限条件 造就了岩耳颇为可观的价值 岩耳形似木耳 朝阳面呈浅绿色 背阴面灰褐色 阴长年生长在悬崖之上 历经日晒风吹 平添了许多岁月的痕迹 看似其貌不扬 其实是还没有经过细致的清洗 显露真容 用桃米水将岩耳仔细揉搓 轻轻洗去表皮附着的砂石灰尘 这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吸收了水分的岩耳 表皮会变得焦嫩 经过几次反复冲洗的岩耳 呈现出脱胎换骨的样子 质地嫩滑 精盈透光 素学里准备用山民最传统的做法 来烹制这得来不易的饕餐之味 岩耳最佳的搭配是自己散养的土鸡 素学里将土鸡肉切分成块 辣椒也是当地人日常必不可少的食材 这里家家户户厨房的地上都有一个火坑 土家族人习惯在其中点柴火 下锅炒菜 四散的烟气还可以用于熏制食物 土鸡与辣椒 柴火与烟熏的胶质是质朴的土家族风味 二十分钟的凹煮 鸡汤逐渐变成金黄色 汤汁四溢 喝着辣椒香气扑鼻 正在静待着主角最后的出场 速学里深谷烟熏制的诀窍 盐耳无需长时间的炖煮 只需在沸腾的鸡汤中一过窜熟 此时的盐耳似乎早已超越了菌类的特性 幻化出肉感的滑嫩 足以鸡汤醇厚香浓的滋味 一道质朴鲜香的山野之味 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 土家族采尔人这个职业 几近消失 冒着生命危险采来的盐耳 如今已经成为香菜高端菜品的代表 同样一道盐耳和土鸡的搭配 在经验老道的厨师改良下 将其色香味充分感谢 泡盐耳的水温 讲究精确在53摄氏度 才能将盐耳的鲜香最好的激发 同时保留营养成分 新一代土家族人 以烹饪手法的精细烤鸠 对这来之不易的食材 表达出一种极致的敬意 不同于传统炖鸡的做法 这道菜用的方法是蒸 首先要将土鸡的嘴尖 指尖等骨头末端一一去掉 以便于鸡肉的鲜香 最大限度融入汤中 蒸制讲究用整鸡 而不能将鸡肉切碎 但为了使整鸡的浓香更易入汤 就要用刀背将其轻轻拍松软 不以葱节生姜以及猪肘一同上锅慢炖 使土鸡的原汁原味慢慢溢出 将精华汤入一锅汤底 再将香菇 墨驴作为补料切丝 放入鸡身之中 这些天然食材味道极鲜 在蒸的作用下 裹挟着浓郁醇香的鸡汤 与食材的本味一起渗入鸡肉之中 无需过多的香料调味 真谛全在于浑然天成 然而这一系列的精雕细琢 都是为了盐耳而准备的 快速焯水后的盐耳 被铺在汤盆之上 再次蒸汁 刚刚多种极致的美味 将一起渗入盐耳之中 蒸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饱满的口感 营养不会流失 使多种食材的精华得以融合 使土家族山民穷心竭力获取美味 在大山中不惜代价 寻找到奇绝食材的力量 还源于他们所身处的严酷环境 高耸的食柱深不见底的断崖 大自然的困境赋予土家族山民 对食物的创想和灵感 他们以坚韧报以自然 以信念创造生活 将种种食材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山中的气候转粮 土家族山民迎来了一年一度挖野阁的季节 家住宋家湾村的宋永乐 特地挑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艳阳天 筹划多挖一些野生隔根 为家里来年做储备 他要前往的陡峭山坡 车辆都无法到达 只能依靠步行 挖野阁也是当地土家族山民的看家本领 这个时期的野阁进入到休眠期 阁粉的含量会到达顶峰 正是挖掘的最佳时节 和人工种植的阁根不同 野生阁根更为罕见 营养价值更高 但要想获取 不仅要熟食大山 经验丰富 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 隔根的出粉率极低 往往一百斤的隔根 才能提炼出十斤左右的隔粉 越大的隔根在土中埋得越深 常常要挖一两米 才能将隔根整个挖出 但是由于被土掩埋 很难判断出其根块的走向 挖隔根时 表皮一旦损伤 极易腐烂 同时 本来就不多的隔粉 很容易流失殆尽 这个过程需要宋永乐 胆大心细 甚至又甚 这次收获颇丰 挖出的隔根 足有二三十斤重 一颗就装满了 宋永乐的杯楼 他只能先把他送下山 从他的家到后山的山顶 往返一次要两个多小时 今天已经是他第三次上山了 五家族人 使用隔根的历史由来已久 手工将隔根中的隔粉提取出来 是更易保存的做法 隔粉的制作经验 也在这里流传了上百年 在木锤与石旧的大力碰撞下 隔根碎裂 迸发出大量的白色粉末 这些就是隔粉 接下来 他将合着粉末的隔根碎渣 一同倒入水缸 用清水反复淘洗 揉搓 让这些碎渣充分与水结合 直到整缸清水在隔根的作用下 变得灰白粘稠 随后 他用细孔的纱布 将整缸水过滤一遍 去掉比较大的碎渣 水虽然可以融合隔粉 将它与杂质分离 但又如何才能将已经融合的隔粉和水分开呢 这还要靠一个祖传的土办法 宋永乐还顺路带回来另一种植物 灌种 这几株看似普通的蕨类植物 就是隔根粉提纯的秘密法宝 将灌种黑色的根莖砸碎后过滤 将其混入成有隔粉的水中 搅拌均匀 静置在阴凉处 神奇的变化在一小时后发生 在灌种的作用下 水与隔粉发生了分离 纯白色的隔根粉则完全沉淀在缸底 每到制作隔根粉的季节 宋永乐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宋东风 都会专程回家 给父亲打打下手 父子俩将沉淀的隔粉捞出 捏打成团 待之后晒干保存 就这样 宋永乐整整忙活了一天 在高山密林中 在高山密林中往返数次 全靠步行背回了近50斤的粗壮隔根 最终提炼出的隔粉 仅仅是拳头大小的三个小团 重量在四斤左右 这一切儿子宋东风都看在眼里 隔粉珍贵 父亲定然舍不得自己享用 而是把它留给小孙子 宋东风盘算着 用自己的厨艺不动声色地 让父亲享用一次劳动成果 所烹制的美食 宋东风在生活起躁的过程中 就已成竹在胸 他先将排骨 服以青花椒等佐料 炖煮入味 然而 对于这道菜来说 排骨可以说只是辅料 宋东风取来晒干的隔粉 用水化开调成护状 将自己家攒的土鸡蛋 打入隔粉水中 以隔粉充当面粉 只不过野生隔粉 要比面粉更筋道 带油的香气 在厨房生腾起来 宋东风把隔粉 混同着鸡蛋的姜叶 一同下锅 摊成蛋饼 随后 他将金黄色的蛋饼 再切成菱形的小块 入锅煎至香脆 在这一系列的准备后 则是几种食材的共鸣 宋东风深知父亲钟爱辣味 他将辣椒段青花椒等一同下锅爆香 混合着鲜脆的蛋饼和小排猛火爆炒 此时肉蛋的香气和隔粉煎炸的爽脆口感 飘香四溢 一道隔粉蛋饼煎小排 不仅呈现着土家族传统美食的滋味 也凝聚着儿子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有的味道只属于大山 对于在异乡打拼的游子来说 这味道是对家乡浑迁梦营的眷恋 连续四天的大雨 让另一种独特的山珍 顺着连绵的雨滴造访茅盐河畔的深山 雨过天行 唐青就拉着老伴一起进山 去寻找一种长在葱树林中的神秘食材 山中有些奇珍数量稀少 而有些则是只有在一个特定时间才能找到 这种食材每年只有二十天的生长期 唐青老两口要寻找的是一种野性十足的菌类 每逢夏日的雨季 它们都会带着露水的晶莹 混合着泥土的芬芳 在葱树掉落的松针下 一夜之间破土而出 由于只生长在葱树林中 这种菌类被当地人称为葱菌 山里人也熟知它古怪的脾气 不仅西照不生背音不长 在本就短暂的雨季 还要选二十摄氏度以上的气温 再带有沙性土壤的葱树林 最好是下风口才会偶有分布 即便是唐青这样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能收获多少葱菌 也是全凭运气 葱菌表皮细嫩如枝 脆而易碎 面对好不容易发现的一小片 夫妇俩的动作格外小心翼翼 他们的儿子杨志林 掐赞着老两口归家的时间 开始着手准备这一期一会的难得家宴 他摘下年前自己制作的土家族传统腊肉 这块肥瘦适中 时间恰到好处的腊肉 一直是全家没舍得吃 特意留存的 杨志林用火前将这块腊肉 在火上反复熏烤 随着火焰的灼烧 表皮生出的梅子会被明火烧焦 香味不仅越发浓郁 肉质紧实 口感也更多了一份筋道 带腊肉的油脂滋滋外貌 再用刀背将腊肉表皮上 被炭火烤焦的部分清洗干净 随后处理干净的腊肉被切成片 晶莹剔透的肉质显露出来 在热水的煮制下 腊肉中多余的缘分流出 口感更加软弱 杨志林随即将片片香醇的腊肉下锅 他快速地翻炒至肉片边缘 微微卷曲 加入辅料和清水 接下来就是静等父母的归来 唐青一上午的收获颇风 他将葱菌用清水洗净 吸收了甘甜泉水的葱菌 味道会格外鲜美 他的动作非常轻盈 易碎的特性让葱菌运输不便 摘下后的葱菌时刻在发生变化 必须趁先品尝 一刻不容耽搁 葱菌天然的鲜香和腊肉熏炒的浓醇 在此时相互激放 连蒸汽中都充斥着诱人的香气 即便是腊肉炖葱菌 杨志林却没有为了入味而加盖锅盖 这个细节是为了保持葱菌脆嫩的口感 这道菜不需太多的佐料 出锅时仅需加一勺自家炮制的酸菜 葱菌和腊肉的搭配 在土家族人看来本就是恰到好处 葱菌甚于鱼肉者在湘西尽人皆知 然而这些挑剔的菌类 却必须生长在十年左右树林的葱树之下 倔强的秉性实难摸透 人工培育屡屡失败 要使葱菌走出大山成为一种日常佳肴 几乎不可能 也就让本就鲜美的葱菌更为珍贵 能够享用这献采献摘的葱菌 成为大山给土家族人的丰厚回馈 也是全家一年一度的欢聚时刻 这道美味透着乡土的气息 更像一丝幸福的牵绊 也牵细着土家族山民对家人的记挂 对故乡的惦念 一大早家住茅盐河边的陈青海 背上渔网出发了 他准备前往河里捕鱼 这里河水轻烈丰沛 鱼以肉质细嫩鲜美而著称 离水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滞留之一 茅盐河是离水的发源地 以地势险峻而著称 陈青海所居住的苦竹寨 正是因河水蜿蜒在两岸高耸的绝壁间而得名 相传在土家族语言中 苦竹意为两边都是高山 两岸的石壁犹如巨型屏障 阻隔了山民 使这条河水成为人际罕至之地 想要从村子到达河边 必须穿过山间开凿的栈道 翻过峭壁 陈青海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跋涉 才到达河边的码头 仅靠着茅盐河河道的直角拐弯处 因为常年河水的冲刷 曾有一块平坦的土地 这里也就成为水运通达的码头 然而在清乾隆年间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山体塌方 村落连同昔日的繁华 一起掩埋在了巨石与黄土之下 远古时期 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族人 便会扎草为一 伴随着如雷声轰鸣的古典 起舞祭祀 人们称之为毛骨丝 这种原始的舞蹈 虔诚而芬放 草衣稀稀苏苏 它们节群而舞 不仅是表现农耕和捕猎的场景 更是远古时期 人们同自然的对话 祈求神明必诱 在这无法抗拒的自然之力下 能与之共存 陈青海在天光还未亮时便早早出发 乘船到达捕鱼的地点 太阳已经刺眼地悬挂在峭壁之间 能让它感到慰藉的 唯有这沉静的河水 以及幽深的山谷间 峭壁喝着它的回音 仿佛坚硬冰冷的绝壁正在俯首 与文一般渺小的它们对话 此时 陈青海的儿子正在山间的小溪中玩耍 同时 他没忘了爸爸的叮嘱 要选一些山泉水中的砂石带回家 对于这些石头的用处 爸爸却卖了个关子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儿子 对山里的生活充满好奇 他也期待着爸爸今天的收获 陈青海此行的运气不错 一条肥美的野生大连鱼被他收于网中 这也是茅盐河里 肉质最为细嫩的鱼种 他迫不及待地回家 给儿子露一首 吃结婚的夜生大连鱼 不及待地回家 这还没问题 留情 为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自家酿的土酒和少许盐 更好地发挥去腥提鲜的功效 陈青海驾锅起到 用松枝生火 松香独有的气息伴随着火苗的生腾 将锅内的油逐渐烧热 火候恰好时 陈青海将鲜鱼入锅煎香 油沁着鲜嫩的鱼肉逐渐变成焦黄 鱼肉嫩滑 每一次翻动都需格外细心 当地人做饭必不可少的就是青辣椒和新鲜的剁椒 儿子收集来的花椒叶 新鲜胡椒也派上了用场 这些滋味都将随着煮的过程渗入鱼肉中 一旁的儿子早已迫不及待 取来自己在山中捡的砂石 陈青海将砂石加入锅中 石头经过沸腾的汤汁熬煮 也渐渐滚烫 这能让锅中的热度保持均衡 平衡火候的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